-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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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娜娜 這演技很有事啊 -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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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一如往常的生日快樂歌 對面坐的是老情人 好吧 是空氣型老情人 而竹男本人長相是這樣 化妝技術值得一個讚 假面女郎上架後迅速在14個國家取得Top10的地位 宣角正確呈上演員們高官的演技 某些片段不禁懷疑我們到底看了什麼 優秀的場景安排把我們拉進影像的空間裡 爬不出來 最終樂歌樂舞的音樂 從1987年的旋律中的那支舞 一直跳到2009年的星期六晚上 而假面女郎題材極盡諷刺 正是韓國的強項整形 討論的不只是女性的外表 還有男性的外表 假面女郎也說明了是什麼樣的文化推手 讓整形風大起 根據韓國媒體的調查 從25歲到29歲的女性中 超過6成有接受過整形手術 韓國一整年整形的銷售額可以高達130億美元 說是整形工業一點都不為過 最終經貌每三個階段有三個演員四眼 混合了人生的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入世為人七情六欲貪稱癡狂 這動力換來一張臉重新開示 第二階段滿足的換了一張完美的容貌 進入試煉期 等待修行覺悟 最後階段經貌每盡一切的可能逃獄 腦海中只有女兒經美貌 為得只剩下結舊槍下的女兒 如果這不是成長 什麼才是成長呢? 假面女郎只有不長的七集 不換氣可以一口氣看完 故事節奏神速 時間線偶爾移動 但不到諾蘭燒腦 也帶來原來如此的效果 歡迎回到假面女郎 濃縮再濃縮 提煉再提煉的菜蛋12強 第一點 假面女郎七集後 最多人問的問題是金美貓 到底是不是豬物男的女兒呢? 劇中的種種跡象看起來 金美貓極大的可能是宅神豬物男的女兒 但金貓美為什麼到最後都不向金慶子說明呢? 血緣澄清可以少掉好幾條人命啊 導演金詠勳說明 貓美沒講是因為她覺得孩子的爸爸是誰不重要 美貓是她的孩子 金慶子渴求的是豬物男能向她口中的別人兒子 最好還能生個孫子或孫女 金貓美這個關鍵時刻看著金慶子 臉上顯現出可憐金慶子的表情 正是說明即使孫女站在她面前 她都沒能有一點懷疑 甚至還想殺了自己的孫女 對金慶子來說正是最大的悲劇 第二點 加美女郎中的主要人物 程度上都呈現著人性的黑暗面 導演也不客氣的一個一個懲罰性事實 帶來每一集的高潮 從變臉像凡叔一樣的帥哥上 總是時事又黏黏的充氣娃娃守護神豬物男 諷刺藝人和粉絲讓我們看到崛起和暈落的崔富龍 一樣以命龍為苦 以為整龍可以換來新人生的僅存哀 到那個無法接受冒美的嚴厲母親 再倒用自己人生投射且寄生在兒子上的名偵探金慶子 到最後母愛偉大的金冒美 完全如導演所說的假面女郎是一齣黑色悲劇 一個一個都有了死亡歸屬 一片黑色悲劇後面的唯一亮光 是金冒美身上的子彈成功喚醒的金美貌 第三點 1989年的金冒美在幼稚園的宰歌宰舞表演 當我們都以為她要以同行出道 想不到她長大之後為容貌所哭 這首歌來自和張飛很有戲的金元軒 是名氣很高的旋律中的那支舞 1987年金元軒推出第二張專輯 《我獨自站在庭院前》 主導歌旋律中的那支舞 以淳朴的賞音和誇張的舞蹈 寫下對金元軒最深刻的記憶 雖然我們對金元軒的印象大部分來自龍兄五弟 80年代金元軒五次獲得年度歌手獎 仍稱韓國歌壇唱跳女歌手的始祖 第四點 《賈眉女男》改編是同名18季漫畫 映集魔改了漫畫的內容 映集中金冒美的選角和長期片段完整呈現漫畫 漫畫的畫風和三道猴子的一生類似的樸實簡單 只是《賈眉女男》漫畫更加黑暗更加血淋淋 金冒美在漫畫中看起來更詭異 環繞她的故事充滿社會現實的諷刺 漫畫中金冒美整容後交了三任男朋友 但一任比一任還慘 和《金春愛》從頭到尾都是死對頭 也提到金冒美在過度整容後導致毀容 《賈眉女男》漫畫版從頭到尾金冒美都在掙扎 一路暗黑到故事的結尾 第五點 三個版本的金冒美一個一個上場 第一代為整容的金冒美有李韓星試驗 雖然李韓星和一般韓國演員的長相不太一樣 是第一集就很容易入坑的主要原因 但是當初選角時並不容易 李韓星是在一千人中脫穎而出 十二邊非常懷疑她的劇中可能沒化妝或膽妝 最厲害的是她和漫畫中的金冒美幾乎一樣 提到漫畫中的還原度 二代金冒美整形後有林真娜娜娜飾演 三代金冒美整形退化後有高賢婷飾演 幾乎都把其分下漫畫的人物設定 無論是李韓星還是李真娜和高賢婷 他們的身高身形氣質幾乎類似 演技每一個刁邦 可以說是近期韓劇中的最強選角 第六點 安宅紅詩妍的代號前四十元兵的竹武男 這演技著是讓人震驚啊 尤其是她說日語的模樣讓人懷疑她是不是看著謎片學日語啊 好吧告白也這麼整齡 雖然表情不一樣但金正風像是平行失控的竹武男 那我們跳一下來到2015年的請回答1988 安宅紅在劇中飾演大學重考一考再考的金正風 號稱智商一百 生活上她並不呆 有一段時間正風的興趣是收集奧運彩卷 先是吃飯時被老媽沒收了彩卷部 這一餐之後忽然這一家人就轉運了 第七點 再度看到連慧藍飾演的金青子忽然開竅 算是被老媽耽誤的偵探嗎 細節辦案的其實根本是最強大麻型偵探 從金青子學習如何使用單子敲打鍵盤 不得不聯想到黑暗農藥中被家暴的大神 連慧藍在黑暗農藥中也是跟著宋慧喬一步一步的學習如何使用相機 忽然開竅成為喬姐的最強老幫手 連慧藍的臉可以說是身世坎坷角色的最佳代言人 第八點 金貓美在凶殺案之後夜總會的一名是雅琳 話說這個名字還有一點溫度的熟悉啊 讓我們跳一下回到第一集 金貓美無時無刻把眼睛放在她心儀的帥主管身上 而主管把眼睛放在另一個女員工身上 那位女同事的名字就是雅琳啊 就是那位會議室裡桌上的雅琳 第九點 這七集中如果要十二邊選擇最精彩的一集 那一定是鏡頭變成黑白畫面的第六集 加冥女男不但加入監獄元素 而且畫面只有黑跟白 明顯運景速度變慢 和前幾集的動感搖擺以及霧顏六色 這一集完全彰顯娜娜林真娜的演技 在幾個血流成河的片段 卻沒看到一片紅的血跡 黑白畫面顯現金貓美動作上的墾鏡 導演表示金貓美入獄時 她的變美慾望已經消除 浴室打散了那些色彩 同時採用了平和的音樂 反映貓美即將進盆洗手 歸隱三里的心理狀態 有趣的是在監獄的片段 再度融入這幾年韓國當紅議題 宗教元素 金貓美在緊閉室的當下好像頓悟 陽光灑在緊閉室中 有那麼幾秒以為在教堂中 第十點 金慶子在大海中存活後 進行了整形手術 計劃利用假身份進行復仇 而她拿出來的身份證 假名是南無珠 真是她的兒子珠悟男 倒過來寫就是南無珠了 壞話是如果報不了仇 名字就到過來寫吧 注意看這整形過後的金慶子 還是有連慧蘭試驗 剛好在有一點像又不像中間 正是一流的化妝技術 值得一提 飾演金慶子的連慧蘭 因為這場水下的片段 因為不安隨性 差點持續假面女郎的演出 劇組為了這場戲請她接受特訓 成功克服水面下的恐懼 也有人問水面像開槍 擊破車窗這一段可能性高嗎? 科學家做過水面像槍支射擊實驗 的確是可以激發的 雖然水面像阻力高達800倍 子彈無法長距離飛行 如果是這一把槍 近距離開槍是有可能射穿車窗 第11點 假面女郎的海報和片頭 都可以看到臉蛋眼鏡面具和線條 假面女郎的編劇身兼導演金詠勳 把劇本寫的每一集高潮跌起 以人物為開槍 看似沒有關係的每一集 但積極緩緩相扣 像是用開槍的這些線條把每一集串起來 新的導演韓國諾蘭金詠勳 她不是第一次這樣說故事 2020年的抓住救命稻草的野獸們 故事開槍貌似一部藍片 這是因為卡斯太強大 逼得12邊努力的看完 抓住救命稻草的野獸們越看到最後 才發現這電影像是一塊沒有味道的大餅 越嚼越香 一樣是許多段落慢慢的拼湊出故事 加上自己在腦中組合時間線 才會發現原來如此啊 第12點 沒錯 娜娜的腿長達109公分 非常值得一提娜娜林真娜 尤其是黑白畫面下的娜娜 她的演技完全忘記她是以模特兒大賽出道 加入女子音樂團體After School 娜娜在2013年入選美國電影評論網站 T.C.Kandler世界百大美女排名 一入選就獲得第二名的好成績 緊接著在2014、2015連兩年都獲得冠軍 人稱世界最美聯酷 娜娜承認臉不真心 由她飾演整容過的金貓美 誠懇不過這個 又有趣的是 娜娜身上不滿刺青 她也表示要去除身上的刺青 而假面女郎中在入獄這一幕 導演宣傳娜娜全都演出沒使用提升 如果看的夠仔細 可以看到娜娜紋身遺留的痕跡 感謝你也喜歡假面女郎 按讚訂閱加分享 金貓美她走錯哪一步呢? A. 不該殺了宅神竹物男 B. 不該戴面具開直播 C. 不該迷戀率主管 D. 發現自己不夠美食 小時候當機立斷轉型血腥 E. 其他